为什么在新版本中步枪家族只加强了AUG的伤害 在新版本只有AUG的伤害提升了一点 从42提升到了43 其他步枪都没有提升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原因有两个 1.FARMAS射速加强了 供托里一共有两把5.56步枪 一个是AUG 另一把是FARMAS 而在新版本FARMAS已经被加强了 它的全自动和三连发的射速都加快了 而且全自动三连发的后座力也降低了 这也意味着FARMAS比以前更强了 因为5.56空头步枪的AUG属性就落后了 所以也要进行加强 官方就选择了加强AUG的伤害 这样做提升了AUG的强度 这是一个平衡之举 2.AUG伤害太低 AUG作为一把空头5.56步枪 伤害竟然才42点 就要知道地图5.56步枪M416伤害也有42点 其他5.56步枪都是40点 而FARMAS的伤害高达45点 AUG的伤害确实不配当空头武器 所以这一次提高伤害是明智之局 让它当得起空头武器 就要注意到这一段时间了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